不,效率还是慢 叶浩轩摇摇头道 这家医院的问题太严重了 我觉得除非是总院的院长 亲自下来整顿 不然的话肯定整改不了 先生您真懂 总院的院长是唐院长 真正的负责人是医生 这两个人都是大忙人 平时怎么可能会顾得上 我们这座小庙呢 不过不管怎么说 只要上边来人了 他这里多多少少总会收敛一些的 他不可能像是以前那样了 小护士笑道 小姑娘说得不错呀 我看你的素质不错 如果我是医院的领导 我肯定提拔你 叶浩轩扳开玩笑地说 先生真说笑了 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你不去适应这个社会 就会被这个社会淘汰 当然 你有关系的话 你可以嚣张一时 但也嚣张不了一世 哟 这话不错呀 是谁说的 叶浩轩笑道 我自己总结出来的 小护士俏皮地看着叶浩轩 怎么样 有道理吧 嗯 有道理 甚至都能称得上是人生哲理的 这句话我得好好地记记 以后作为我的座右铭 叶浩轩点头道 先生 病房楼到了 你去找谁 我可以到前台帮您问一下 哦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行了 到了病房楼就行 叶浩轩看了小护士胸口挂着的牌子 你叫张圆圆 对 我叫张圆圆 既然已经到了 那您就忙你自己的事情吧 我不打扰了 张圆圆一点头道 有什么事情可以去前台咨询 当然不是所有的前台 都像是刚才那个女人一样恶劣 我知道 不过一只老鼠坏锅汤 叶浩轩微微地一笑 谢谢你了 不客气 小护士向叶浩轩挥挥手 然后转身离开 看着他离开 叶浩轩琢磨了一下 拿出了手机给唐冰打了个电话 唐冰不在 是他的助理接的电话 说是他正在开会 等开完会之后再给叶浩轩回电话 唐冰现在也挺忙的 叶浩轩简要地把事情给助理说了一下 让他代为转告 然后便上病房楼去了 曙光医院的分院与总院的设施 那是差不多的 现在曙光医院已经覆盖了大半个滑翔 那接下来的日子里 曙光医院会彻底地覆盖整个滑翔 然后向国外挺进 这也是叶浩轩感觉到骄傲自豪的地方 终于 华夏人的东西走出了国家 流向了世界 叶浩轩对病房楼里的一切 还算是满意 其实护城曙光医院的床位 那是相当的紧张的 因为看病便宜 医生水平好 效果好 而且又叶浩轩这个医生在这里镇着场子 所以大部分的人挤破头似的往曙光医院里面挤 现在的病房楼到处都是摆满了床 而且病床上几乎没有空位 这里的医生和护士是三班制的 每到一上班几乎是都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 就算是叶浩轩摸索出来的一套医疗体系效率 相当的好 也架不住人多呀 而且这些人明明已经到了出院的地步了 他们还是霸着床位不肯出院 他们就是想在医院里面多住几天 到了刘丽所在的地方 叶浩轩有些亚人 刘丽的情况算是重症的病号了 按照规定来说他应该是在一间独立的重症监护室里面 但是因为医院的床位实在是太紧张了 所以他不得不和其他的两位重症的病人 同住在一间监护室里面 只不过他们中间用一个简易的帘子隔开了 现在的刘丽情况明显的好了许多 他已经度过了危险期 虽然他的病情放在西医 哪怕是你跑到国外 情况也不容乐观 但是曙光医院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 在这里你能见识到起死灰生一般的遗数 这并不是吹出来的 医生呢刚刚查完房 刘丽也刚躺下 他已经不需要借助呼吸机了 只是他的身体上还插着一些监测的仪器 一边观察到他身体的状况 叶浩轩并不排斥西医的这些医疗器械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进步 因为培养一名真正的中医 的确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 而且其花费力以及代价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得起的 所以望闻问切这些技能只能是存在一些老中医的身上 现在的年轻中医借助一下医疗器械去判断一下病人的情况 能省下很多的时间 也能更加的精准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以前市面上所有的医疗器械都是针对西医而制作成的 但是随着中医大时代的来临 一些关于中医的器械也是纷纷的问世 针灸仪 浓缩中药汤济仪 等等东西 这都是为了迎合中医而生 直到今天呢 中医才算是真正的迎来了大时代 你叫刘丽吗 叶浓轩走上前 把两侧的窗帘给拉上了 你是 你是谁啊 刘丽连忙坐了下来 因为肾功能衰竭 她的身体有些浮肿 尤其是 更是肿得像是南瓜一般 我是王丽的朋友 她应该给你打过电话吧 叶浓轩坐到她的床边 然后伸出手道 手腕给我看看 刘丽迟疑了一下 她伸出了手 放在了床边 叶浓轩伸出手 在她的手腕上搭了一下 片刻以后 她又换上了另外一只手腕 她打量着刘丽的脸色 虽然现在因为是病情的原因 导致她的脸有些水肿 看起来是很不好看 但是隐约的还是能看到她昔日的影子的 她应该是挺漂亮的一个女孩 可惜的是病情把她给折磨成了这个样子 甚至于连她的家人都放弃她了 这不得不说呀 有些悲哀 你的情况 我了解了 叶浓轩松开了她的手腕道 曙光医院的医疗条件 是能把你治好 但只能达到临床的治愈 即使是以后你出了院 也会有诸多的限制的 而且还离不开一些保健的中医 他们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我的病情 是不是很严重 刘丽沉默了片刻 反正不轻 叶浓轩叹了一口气 不过没有关系 现在不是已经比以前好多了吗 你不用安慰我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清楚 刘丽坐直了身子 她捂着脸道 我拖累她了 她把事情原本本本地告诉我了 如果你是她的领导 我求你 看在她是迫不得已的份上 请放过她这一次 我保证 以后再也不会给你惹麻烦了 千万不要让她去坐牢 刘丽的眼泪流了出来 她是个好人 她是个好人 这我看出来了 叶浓轩微微地点点头 但这并不是她去公司胡来的理由 如果不是看她 还算是心地善良 有那份不离不弃的感情在 我真把她送公安局了 别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我保证 她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是我拖累了她 刘丽着急地说 我在过段时间就恢复得差不多了 我会向医生申请出院的 曙光医院的医疗手段我清楚 叶浓轩微地说 叶浓轩摇摇摇头道 想出院恐怕还得半年 你这可不是一般的病 而且出院以后的保养 还是个大问题 如果真是那样 那 我和她分手 哪怕是我死 我也不会拖累他 刘丽咬咬牙道 你倒也不用这样 叶浩轩咬咬头 我今天来不是单纯地看你的 你是 刘丽有些诧异地抬起头 他有些不解地看着叶浩轩 跟你治病 叶浩轩把床尾的帘子 也给拉了上来 他淡淡地说 我是位中医 而且还是有点特殊手段的中医 所以你的病 我能让你马上就好起来 真的吗 刘丽吃了一惊 她的神情随即又有些黯然 你是不是和她达成了什么协议 或者说她帮你做什么事 你来救我 并没有 叶浩轩咬咬头 不可否认 这个世界上的人 都是为了利益而活着的 但幸运的是 王力让我感动了 他对你的不离不弃 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得到的 我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 所以我想尽点努力 来帮他 对他 我没有任何的要求 我现在唯一的要求就是 你配合一下我就行了 可 可我得的是肾衰竭 刘丽还是有些犹豫 她想告诉叶浩轩 她的病几乎是无药可救的 叶浩轩真的能做到吗 我知道是肾衰竭 叶浩轩取出了金针 她微微一笑 但是既然我敢站出来 那就说明我对这病 还是有了解的 我能保证你在一个星期内恢复 现在的问题是 你相信还是不相信我 我 我相信 相信你 刘丽结结巴巴地说 虽然她不认识叶浩轩 但她觉得叶浩轩 并不是那种有目的的人 而且现在她别无选择 那好 躺下吧 很快就好 刘丽点头 她躺在床上 躺好了 叶浩轩在她的脖子处的某处 大学微微的一暗 刘丽的眼前一黑 她陷入了深度睡眠之中 叶浩轩崖崖头 她取出了针 开始为刘丽行针 说真的 按叶浩轩现在的实力 如果全心全意行针的话 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才行 但是这个地方 两侧与其他的病人 仅仅只是隔着一个窗帘 而且还时不时的 有来来回回的护士和清洁工 并不是什么理想的行针场所 但是现在叶浩轩没有办法 把她从医院里面弄出去 条件虽然有些艰苦 但是婷婷也就过去了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取出了所有的针 开始为刘丽行针起来 刘丽因为肾部的原因 导致全身上下都有些浮肿 猛地一看 还以为她天生就是一个 一百多斤的大胖子呢 从她的脸上 还能隐约地看出 这昔日的亮影 但是叶浩轩知道 她之所以这样 并不是因为胖 而是因为她浑身上下的浮肿 以曙光医院现在的医疗手段 只能达到临床之一 并不能真正地治好她的病 就算是治好了以后 也多半离不开药 虽然费用不高 但是她的身体是永远 也无法恢复的 这就是中医传承不易的地方 作为了一位 拥有远古大医能力的人 叶浩轩对医道上的精通 当时无人能及 但是她却没有办法 把她的医术公布于世 就算是按照她的方法去学习 去修行以前那家的真气 但没有个十几年的功夫 是不可能修得出来的 想要学习中医 就要从小开始 现在帝都的中医学院 以及小学的中医基础班 翻向不错 教育部已经确定下一步 将要把这个方案 普及到全国去 或许在几十年以后 这个世界上才会真正地 不缺那些中医人才了 不过现在 中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不过好在中医的反响不错 而且在很多程度上 她比西医要强得多 这也是全世界各个种族的人 接受的事情 叶浩轩拿针在流利 肿得像是馒头一样的身上 刺了上去 她刺的并不是学位 按理说 是应该有血流出来的 但是叶浩轩刺下去之后 刘利的手上并没有血流出来 也并没有液体 浓疮等东西流出 叶浩轩摇摇头 越是这样 病人的病情就越显得可怕 刘利现在的情况 可以说是十分严重的 这还是她住到曙光医院之后 情况有所缓解 如果是她以前 情况恐怕会更加的严重